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香蕉不娜娜娱乐平台 想要了解更多娱乐资讯,记得点击右下角关注哦 要说在还原度上比较较真的 就要提到刚在日本播出的陈情令了 从几处宣发就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再很努力把援助的核心精神传达给每一位粉丝心中 首先是海报角色上 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原作的重视 看来是下了不魔改剪辑的决心 再者把主题曲的艺名改成了望线 这两个字不仅对魏无线蓝望鸡有很深厚的意义 对于粉丝更是直直的戳中了他们的心中 不能说出口的憧憬终于可以勇敢的表露了 同时在介绍两位主演进行官宣的时候 日本官方还特地的踩点了角色们的生日 魏无线市10月31日南望鸡市1月23日 其中贴心地考虑到了时差的原因 几个细节可见 日本片方对陈情令是真的付出了很多心思的 至于他们如此对待陈情令的原因 引进方给出的回答简单明了 却也相当有分量 因为陈情令在国内开播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部市场潜力极大的作品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他囊括的粉丝数量是无法想象的 当剧粉、书粉、漫画粉汇集到一块时 陈情令空前的响应力就呈现出来了 不仅是国内海外粉丝更是如此 再提到日本粉丝对陈情令的喜爱时 引进方也表示很看重这样的现象 可以推断欺骗方应该很早就盯上陈情令了说 否则不了解完行情怎么敢花那么多心思呢 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宣发活动 他们都对陈情令尤为重视的表现啊 要说到陈情女孩们都是一样的 就像现在的日本粉丝 对一位更新的剧集已经充满了期待 毕竟仅两个人就可以让他们为之着迷 久久不是吗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哦